喔~~ 因為他們叫我一定要笑 我是摩羯座皮膚科醫師 專講科學證據的送貨醫師 現在是聖誕節嘛 我們來講一下冬季皮膚保濕 大家知道我最近在DECAR上出沒嘛 那出沒的時候就開始會有人問一些問題 那我就看到有一題寫得很好 我唸給大家聽這個要有小抄的 就是他本來皮膚覺得不錯 後來用一些化妝水就開始長千痘了 那長千痘他就去找皮膚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當然是叫他把化妝水停掉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他這樣寫 他說他叫我把化妝水停掉 但是改用乳液這樣 然後擦完以後如果覺得不夠滋潤 還是用乳液就好 因為化妝水容易製痘 所以他想知道說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保濕 化妝水真的不能用嗎這樣 那這個我們就要回到保濕的基本原則 保濕其實很簡單 你把它形成一個 比較好的形容詞就是石膏 那你石膏你噴了水後 它會吸收進去 這個叫做含水 就是先讓那個石膏含水 可是你要知道石膏含了水後 它會蒸發掉啊 所以你就在石膏上面塗一層油 這個油啊 那這層油就是用來做鎖水的 所以我們在做一般的保濕 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是 以水滋潤阿以油所滋 對吧這是兩點 那化妝水基本上是 比較水的水含油 就是它有一些油一些水 可是水很多這樣 那乳液是比較油的水含油 當然它還是有水 可是乳化的油值得多一點 這兩個東西 其實安全不安全 並不是說它是化妝水的成分 或乳液的成分 真正的安全不安全 是在它裡面的金膏含水的量 它所含的那些萃取物質的刺激性這樣 這個我對這個醫師講話 比較有興趣的是說 他說 你既然長了豆子 就把化妝水停掉 這我完全贊成 就是因為所有的醫師 你只要一開始有刺激 當然就是說 把不可描述的不清楚的刺激物質 都拿走 對不對 可是再加乳液這段 我就覺得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加了乳液 可能產生新的刺激物質 所以 這一題的答案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的醫師 叫你把化妝水跟乳液停掉 我建議就是全部都停掉了 然後先不要管什麼乳液 至於怎麼保濕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清楚 我們講一下那個 為什麼它用化妝水就會長痘 事實上不只化妝水 乳液也可能長痘 這個是我們正常皮膚 算是我們標準頭 我明明給各位看到很多次 就是上面是有紋路的 每個毛孔是有毛對不對 而且看起來很膨潤 那如果你看得懂的話 你就知道像這個圖 這是一般的青春痘病人 隨便抓下來的圖 就是簡單講 你只要青春痘病人來 就有監測幾乎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圖 你會發現它有很多的顆粒在臉上 常常有病人在我們推廣清水洗臉 或者用一些簡單的食用油的時候 就抱怨說用了清水洗臉 我使用你會長痘 其實你回過頭看看 光是這些東西在你臉上 只要你放鬆它 它就出來了 聽得懂嗎 你的清水洗臉 使得你的皮膚不再受到摧殘 不再受到摧殘以後 這些痘就出來了 所以問題不是乳液長痘 問題也不是化妝水長痘 問題是你有痘埋在你的皮膚裡面 至於為什麼不要化妝水也不要乳液 那是因為當我們在實驗中 任何生物實驗中 遇到刺激物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想把刺激物拿掉 對吧 所以正確的做法是清水洗臉 什麼都不要用這樣 可是你會覺得乾燥 因此你的醫師跟你說不要化妝水 然後用乳液 我覺得其實不是不要化妝水用乳液 我給各位看一個概念 這是你壞掉的皮膚 這是另外壞掉的皮膚 然後你可以發現他身上 連基本的顯微紋路都不見 然後整個是扁平 然後這是一個好的皮膚 對吧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過 這是我們的標準圖 不管你用化妝水或乳液 如果你有辦法 把壞掉的皮膚變成好的皮膚 那這樣子就是好 如果你把好的皮膚變成長痘的皮膚 那就是壞的 所以重點不是化妝水也不是乳液 重點是你的化妝水你的乳液 裡頭含有什麼 化妝水跟乳液這個兩個其實是個偽命體 你先按把化妝水拿去稍微稀釋一點 它就幾乎變成更輕的化妝水 然後化妝水加一點乳液或加一點東西 我們就叫做精華錄 化妝水精華錄白水然後乳液甚至乳狀 它不過是一個連續光譜裡面的東西 你談化妝水談乳液不如談安全 至於我們剛剛答應各位講的如何正確保釋 就是其實很簡單 你所知道的所有的理論都是理論 聽得懂嗎 就是說 比如說吃牛肉麵會不會洗腎這樣 吃一碗牛肉麵不會洗腎 可是如果你一天吃30碗 連續吃30天你就可能洗腎 所以重點不在牛肉麵 重點在於你使用有多少 然後化妝水和乳液我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 像這個好了 這是42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這些圖裡頭全部都有一些一顆一顆的東西 這就塞在那裡 這跟剛剛我們給各位看的那張圖是很像的 那如果你正確的操作 你就有可能把它融掉 這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時間 它只要正確的操作 不管它化妝水乳液 或者橄欖油 或者什麼油 你管它 反正它能夠融掉正確的溫度出來就是好的 對吧 它不叫做化妝水 它也不叫做乳液 它就叫做安全的東西 可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本來是這樣的圖 你給它塗一塗 不管你塗化妝水 你也塗了乳液 甚至你只是塗了藥 如果你塗完藥 假設 假設你塗了某唇這樣 結果你塗出來是這個樣子 它就是錯的 所以正確保濕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維護你 正常的皮膚的出油出水能力 怎麼樣把你的毛孔的堵塞 好好的消失掉 然後讓你的那個 顯微溫度能夠維持出來 這樣就叫正確的保濕 那這樣也可以重建你皮膚的酸性保護膜 聖誕節真的要到了對吧 然後你今年有什麼聖誕禮物 還有什麼新年新希望 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盡可能幫你辦到 那先出去送禮啦這樣子 怎麼那麼小包 OK沒關係 大家晚上 坐趕快 下一個期待 常 bringing 快